于大道王渊指向犯下了多起银行抢案 在今年五月落网 而检方也火速在一个月之内 依强盗故意杀人罪起诉 因为他侦办的时候不断的狡辩 检方认为他没有悔改之意 求出死刑 回忆起五年前 周国龙中枪那一刻 眼泪控制不住 沾湿了老母亲的脸庞 失去儿子的痛再一次用上心痛 没办法 因为他要生蛋一的 他老爸打鼻 打鼻骨铃 会去当保全是为了生病的父亲 家人其实很犹豫 当时周国龙这一番话说服了父母亲 没想到老人家担心的终究还是发生 96年4月合作金库中山分行这声枪响 打中的就是30岁的周国龙 而凶手王渊开四枪后抢走1679万逃逸 经过五年王渊落网 一个月内火速被检方依强盗 故意杀人罪求处即刑 唯一能让他减精行动的方法 就是和家属达成和解 我求抢600万 我相信我也没有失去打太过 我弟弟才30几岁 然后他如果他往生以后 他以后抚养我妈妈的责任 就变成说这笔钱可以抚养我妈妈 五年了周妈妈是第一次再踏进小儿子的房间 带着泪水的眼睛里 似乎还看得见 儿子当初在家里的种种一切 想到这里周妈妈赶紧翻出家中的旧照片 抚平思念爱儿的心 周妈妈说心中还是有恨 虽然对方提出和解条件 二日子孝顺想拿和解金 让老母亲当老本 但再多的钱再重的行动 还是换不回儿子 宝贵生命 中新闻无敌锐 无一轩台北 采访报导 我们去找个小儿子 我们去找个小儿子 我